先知道你們的程度 然後你們的需求 我再來上課 可能相較之下 我就覺得比較能夠符合大家的預期 不然有的時候我同學程度沒那麼好 我講那麼多 然後覺得大家跟不上 反而大家痛苦 然後也沒辦法吸收 然後看大家想要學的 所以第一個我看一下 首先的話 這個裡面的結果它會顯示出來 那當然它這個Google的 那表單之後就會有一個結果呈現了 然後我大概想知道說你們有沒有上過類似課程 那最多的人是 有53.8%已經上過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一半同學以上都有上過Python課 假設你們應該有個基礎了 所以我可能會 也許 大家每個老師上課的重點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說 就是按照我比較熟悉的範例會做一個說 那有些地方可能快一點講 那另外的話有沒有上過 其次的話呢就是完全沒有的有三位同學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選這個 這個選項的話 可能要點心準備 回去大概就要多花一點時間 就是說做複習 另外的話呢 我會把上課錄影下來 你們回去的話 就是可以自己再複習啦 然後再練習 然後其次在其次的話 沒有 OK 也完全沒有 所以這幾個選項的同學沒有的話 那可能就是回去要花一點時間多多練習 或者是做複習 所以大家有看得出來一半同學 一半一半 一半有基礎一半沒基礎 那我大概就知道了 OK 所以 我們這課的同學其實人數算少 所以如果假設有問題的同學 沒關係 隨時可以提出來 做一些互動 我覺得實體課跟遠距課最大的差別 是遠距上課 真的感覺很虛啊 因為上課都沒有人感覺 也就是 即便我想要 想感覺沒有對象 感覺就沒有互動 沒有互動 就是上起來就沒有那個Fu 可是上 實體課 哇感覺看到大家的表情 感覺就不一樣 不然的話有時候 那個用那個遠距上課 真的就是要想像 所以老師上課要想像 想像目前是有人 但是實際上沒有人給我回憶 有沒有人在 有沒有人在 好像頂多是有一、兩個人 老師我在 或者是 可能在旁邊 清單有回憶一下吧 不然其實感覺就不一樣 應該疫情慢慢 已經 應該已經慢慢結束了 所以未來應該遠距上課 可能應該不大了 不太像之 因為之前蠻多狀況是 上到一半突然 就是 不能上 遠距上課 還有就是說 可能前來遠距 然後後面又變實體 所以就變成 那現在應該都實體上課 沒什麼問題 那接下來大概電腦程度 百分六十一 所以 剛剛跟上一題差不多了 等於他六十一點五的同學 應該都有一些基礎了 然後入門的更 高階有兩位同學 等於是有開發 基礎的話 所以顯現我們這班的程度 其實應該 理論上 比之前 還要更好一些些的樣子 OK 那另外的話呢 當然希望 那三個哪分為主 最多同學 分之百 這是後面 那當然呢 後面的那個網頁 這個爬蟲部分 也 必須要有一點基礎 也就是前面的基礎 你有的話 然後呢 你後面 再去爬取資料 相對比較沒有問題 那 所以呢 我們還是當然相對啦 我們會先 把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run過之後 再來就是實際的案例 所以後面的難度相對 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如果爬取網路上的資料 其實會牽涉到蠻多的問題 因為網路上面的資料 它的格式又區分成非常多種類型 最常見的 網頁當然是最常見 不過網頁相對是最複雜 為什麼 因為網頁是一個原始碼 雖然我們看到結果 看到是長這樣 但實際上它背後 你按右鍵 如果你檢視原始碼 它後面其實是 它有自己的語言 叫HTML 所以後面的話 都會有很多的這個 有沒有 背後的HTML 甚至還有JavaScript 所以你按右鍵 檢視 哇 那其實我們要爬資料 並不是 當然你要爬的是 前面你看到的 可是實際上程式 是對應到後面的HTML 語言 OK 所以假設你要爬床的話 恐怕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HTML的網頁 有沒有 網頁編輯後面都有很多的這個HTML 那你要去爬資料 比較不會有抓不到的問題發生 OK 另外的話網頁 還分成很多種類型 所以這個 後面我們也許再來 當然我們會先從 除了HTML格式之外 其實一般普遍的還有像 檔案型的 像CSV 像Jason 其實Jason 很多用API 然後是XML檔案 比如說假設有客戶端的資料是放在網路上面 但提供的不是一個HTML 它可能是一個像剛剛提到的那些檔案格式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的把它抓下來 並且做一些我要的統計分析 並且最好視覺化呈現 畫個圖 然後讓這個結果 比如說畫個折線圖 比如說我的外匯資料抓到之後 馬上畫個折線圖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 最近美元到底是漲還是跌 有沒有 然後你甚至你如果抓的資料 假設是一個月 那就畫一個月 如果是畫一年 那就畫一年的折線圖 那這個部分的話都辦得到 而且其實並不難 可是其實Python有點像是很多功能把它拼湊起來的 所以之後的話 我們還會引用很多一些模組 那模組的話實際上就是寫好的程式 那我們要怎麼呼叫它 怎麼去使用它 把我要的結果呈現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後面會按部就班說明的 OK 那其實這個問卷其實就跟各位講 反正如果以難易度來看 前面的越前面是越簡單的 也是越基本的 因為後面的話 等於是越進階的 所以大家同學好像比較有興趣是後面 OK 那或許我們可以前面的進度稍微再快一點 然後後面的東西 當然比較多時間 可以多講一些實際的案例 OK 當然是更好 因為後面其實是 比較 比較 怎麼樣 跟實際上的工作需求是比較密切有關的 OK 但是前提是你必須有個基礎啦 不然的話後面假設你的程式都沒有寫好 突然給你一個很複雜的程式 我看很多同學應該會無法招架 所以我們基本上 先瞭解一下大家的需求 那我們再做一些彈性的調配 那為什麼會來上這個課 反正八的四同學是因為 就是只是想要多學一點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 可能因為有興趣 好像工作轉職的同學量比較少一點點 OK 好 那大家應該知道一下基礎啦 因為我第一堂上課 我通常會想要知道一下 大家的一個這個程度 跟需求 OK 那另外的話 所以你們可以打開雲端白板 這個上面的連結 那你可以看到這上面其實就會有一些 我們上課會需要用到的相關的講義 OK 那這個講義的好處就是說 我可能有的時候會按照每一次上課的不同 會增補啦 所以有些程式碼啦 或者是說因為 Python的版本啊 會有一些異動啊 程式假設有一些更新 我會直接更新 那你回到家的話 一樣可以到這個連結 一樣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你一樣可以練習 另外的話呢 我會把我自己寫好的程式 也把它放在上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擔心你寫不出來 沒關係 你可以拿我的範本去看看 OK 甚至如果有出現錯誤啦 你甚至把我的程式 貼到你的程式上面 比對一下 你大概知道錯哪裡吧 OK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就是現在寫程式 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因為你錯了 你找不到錯誤 你會覺得很煎熬 會卡住嘛 所以這個方法應該是 對大家來說應該是比較 輕鬆的方式 那未來當然盡量 如果可以盡量不要看 你如果自己都可以打得出來 那是最好的 可是應該 如果你沒有基礎 應該很少人這麼厲害 OK 就是一目十行 過目不忘 對不對 不可能吧 一定會漏掉 漏掉的話錯了 那程式這樣 錯了就錯了 你亂改都不行 你不能說 老師為什麼他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寫 他規則嘛 他的路 他定出來的 你就要遵循 沒別人方法 因為人家是已經寫好的 除非你自己再寫一套程式語言 不可能吧 OK 所以你怎麼樣 就是我們要學的是 學他的規範 把他的規範先熟悉 以後就照他的規範去寫程式 就是這樣就對了 千萬不要異想天開 說老師為什麼 你可不可以另外改 比如這個符號可不可以改另外 人家不行 人家就是用這個符號 就是那個意思嘛 對不對 那你就是去遵守 就像你出國一樣 人家國家就這樣定這個法律 你就是遵守 你說他為什麼不改 人家為什麼 憑什麼 為了你去改 對不對 除非 那個是真的是大家都 不合理的 他會改 所以Python會改版 有沒有 改版當然他也不可能 整個完完全全 徹底改變吧 對不對 他改變其實是微乎其微 所以大部分都一樣 不管哪個版本 其實差異不大 OK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以後的所有資料 都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這個雲端 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第一個重要 就是雲端白版 其次的話 將來我的上課的錄影 會放在教學論壇 那如果你假設 你如果程度好 你不想加也沒關係 如果你假設程度沒那麼好 那你可以加入 當然只接受 上這個課的同學加進來 也就沒有對外開放 不公開的論壇 那這個論壇的好處就是說 我上完課 我會把影片丟到YouTube 建個清單 然後貼到這個論壇 它會自動轉信到你們的信箱 所以如果你有加進來的話 你的email就會收到 所以你回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 老師今天上課上哪些 你就把它重看就好了 那不是頂好很方便嗎 而且現在看YouTube買方便 現在Google TV 我看現在只要這幾年買的電視有沒有 打開都有Google TV 然後YouTube都還可以用講的 聲控 你又可以直接 如果你有登錄你的帳號的話 那我的清單也會跑到你的那個 這個YouTube裡面 你也可以馬上直接在家裡 電視上就可以複習了 OK 那你可以很舒服的坐在沙發上 OK 慢慢觀看 反正也找個地方 甚至如果你搭車的時候 比如你搭車搭很久 你就無聊 你也可以把影片打開來看看 耳機一塞 也是可以上課嘛 對不對 反正多聽幾遍 你應該都懂意思了 因為你當下也不太懂 但是再思考一下 再聽一下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呢 再花一點時間實作 我想應該沒有學不會的道理 OK 而且現在的學習管道非常的多元 所以 剩下就是說呢 你們可能就是 可以再提出問題 反正可以再互動一下 那另外當然我還有別的東西 這個之後再看 所以主要是這個 這個作業 這個OK 然後雲端白板部分 那今天的話就第一個單元 所以 我們第一個單元就是要 建置那個Python的開發環境 跟程式測試 所以今天的重點 就會擺在這個單元 目標啦 所以今天第一個要把環境弄起來 然後要開始 來確定你是否OK的 那當然我這個環境 因為Python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它是一個自由軟體 那能夠寫Python的環境非常多 那早期我是用那個Eclipse 不過我發現那個Eclipse有點麻煩 所以後來我就用一個懶人包 那這個懶人包在哪裡 其實 放的位置 我跟各位講一下 它會是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裡面的這個地方 安裝環境 安裝環境打開 裡面的話 就有個Python384.dip 不過如果假設說你們的電腦 如果假設有的話 應該 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會在你們等一下檢查一下 理論上 因為之前上課的 你們的同學 應該在你們的C碟底下 應該都會有一個叫Python384 我看 有這個 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它打開就可以用 你就不用再另外了 OK 除非你要練習 但是我不建議各位 待會兒 特別為了練習去下載 因為我們這邊頻寬 比較小一點 所以大家都下載 會塞車 OK 所以先不要 OK 如果你電腦已經有 你先用 好了 OK 除非說大家都已經OK了 你等一下再來練習 不然我怕等一下會塞住 那這個 懶人包非常簡單 第一個 你一定要解壓縮 當然我那個懶人包 預設的環境是低 低跌啦 所以如果你自己帶電腦 你就把它下載放在低跌 解壓縮之後的話 它一定是低冒號斜線 有沒有 然後Python384 那如果你要開那個環境的話 你就直接找到這個 叫Scripps 因為它這個是懶人包 而且免安裝 所以你只要找到 你的 當然你自己電腦是 低跌喔 OK 我是建議低跌 低貌或斜線 這個路徑 但如果我們這邊電腦 如果你C點已經有了 你就不用做了 你就直接打開就好 然後呢 記得找到那個Scripps 裡面有一個叫做 我看 Spiders 就是Spider.exe 你就找到打開嘛 這個Scripps 裡面的那個 叫做 Spider 你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S開頭的 Spider3.exe 那直接點兩下打開就可以了 OK 所以喔 你如果自己的電腦 你就下載到 第一疊解壓縮 然後路徑 記得喔 是第一帽號斜線 這個路徑 那你要打開 那我們這邊電腦理論上 有啦 就OK了 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是 Mac蘋果電腦 就不適用 因為這個是 For Windows的懶人包 那如果你是 Mac蘋果電腦的話 那建議你去下載 那個Anaconda 它有一個 這個 在雲南上 我這邊有介紹 有一個連結 那可能就是 要用另外的方式了 如果你是 用那個 Mac的話 可能你要去下載這個 這邊 在雲南版 第四頁這邊就有了 那下載安裝 就可以 只是說 下載再安裝 比較花時間啦 用懶人包 我是覺得 比較簡單 那打開的話 直接點兩下 它就會直接 幫你把那個 Spider環境 就把它啟動了 OK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開始 寫Python的程式了 這樣應該是 最簡單的方法 OK 那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用別的編輯 當然可以 如果你習慣的話 可是 別的編輯器 相對會比較龐大 OK 那另外安裝 好 因為業界有很多 是用什麼 那個 像用PyTron 也可以 但是 或者用Eclipse 我之前用 但是那個 編輯器 相對是 比較複雜啦 功能也非常多 但是很多 你根本上是 用不到的 所以會造成各位的 我覺得會 增加你們的 學習障礙啦 OK 所以 第一個 Spider環境 我們待會會 會跟各位講一下 然後 怎麼去 去做啦 當然 你們如果 C點已經有 你就先用好了 如果沒有的話 你再去下載 下載的話 是從這邊 我希望按右鍵 你把它下載 然後它就開始 人要下載 OK 目前好像蠻快的 所以是不是我們頻寬 壓大了 是不是 看起來好像 因為之前很慢很慢 現在剩其妙 所以 我不是要 不然等一下 跑跑看 跑跑看卡 很卡的話 你就暫時先 用我們 這邊的環境 OK 記得 C點底下的 我們這邊 電腦是 C點底下的 那個 Python的384 這個目錄 打開 Scribus的 這個 這個叫Spider 所以下一次 上課的話 反正每一次 就點開 它 就可以 開始 練習程式 這樣 應該進度就會比較快 一點點 就比較不會浪費時間 在安裝環境上面 不然每一次上課 光那個環境同學 就 哇 真的是頭痛 其他上課也是這樣 比如 一支人教Java 哇 光安裝環境 就上了一次 兩次課都還沒講完 每次都講開發環境 哇 老師什麼時候開始寫程式 好像還 然後每一次同學要裝半天 要設定半天 還設定環境變數 等等的 哇 OK 那更不要說那個後來 那更複雜 所以盡可能 越簡單越好 不然的話 你們如果假設本身 又不是每天在寫程式的人 那何必把自己弄得那麼複雜 所以第一個 先打人包一下 OK 那特別主要 如果假設下載 因為我這個環境 預設是放在那個 放在低疊 OK 所以呢 我們 那為什麼 你說老師為什麼 我們放在C疊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低疊 我們低疊是光疊期 所以沒辦法 不然我重新解 我重新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我把它砍掉了 假設我重來一遍 如果你假設 模擬一個狀況 就是如果 你已經回到家了 然後你要把這個環境弄起來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的C疊 應該是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就把它下載之後 那再把這個環境 解到 C 解到低疊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沒有低疊 所以我就用C疊來練習 但是C疊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要修改一下 它的路徑 否則的話 它會抓不到 OK 你們先 等一下可以 我待會再跟各位講一下 主要是這個 主要是這個 然後 待會的話 另外我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這課程的一個進度 基本上這課程名稱 跟從Excel VBA到Python的 這個程式設計 那因為我自己的專長是 兩者 就是Excel的VBA 加Python 所以呢 我主要是希望說能不能延伸 比如之前有上過我的課同學 有 好像有自己 應該有 好像我記得 有同學是上過VBA的吧 然後如果你有VBA的概念的話 來學Python應該會更簡單 另外的話 還有一個 趨勢 就是 現在很多 會用什麼 用Python去控制Excel 也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你不想要在Excel裡面寫VBA程式的話 實際上 直接用Python就可以控制了 OK 所以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後面會再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怎麼去操作 那原則上 我們這個課程的那個相關進度 那我待會再說一下 總共 我大概 就有這樣的一個 設置 一個規劃 那總共的話 我們有十週上課 大概的 綱要是這些 不過可能我會按照大家程度 去做一些動態的調整 我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蠻多同學 已經有Python的基礎 那如果有 而且 大概也都跟上的話 那理論上 我們可以把後面 也許先往前 一點點吧 然後後面的東西 像剛剛我發現 同學好像比較有興趣 就是後面的東西 那後面的東西 就可以多講一點 反正我們Total就是 10次上課 30個小時 就這麼多 OK 那這麼多的話 要講很多 恐慌也不太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講重點 大家最有興趣的部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了解一下 那個我剛剛講的那個 開發環境 那先確認一下 你們的C點有沒有這些東西 如果有的話 你先不要下載 你先打開Spider看看 然後就可以開始 寫點東西了